這個早上歡迎來到全世界的小朋友 黏著10點給大家早上 人是很有趣的 你想開心就做一件自己開心的事 我就很有趣的 我喜歡跟朋友飯局 瘋一下 玩一下 跳一下這個就是自己的帽子 我整班朋友都知道我人是這樣 他們不理我了 你把那隻羊毛女象舞還沒跳 不是 我真的很有趣 我經常告訴你 在朋友面前 我最怕一些人是怎樣呢 如果大家是朋友 不要那麼拘謹 那就不用拘謹了 做什麼就做什麼了 你就是融化到一些很拘謹的哥哥姐姐 跟著跟你一起瘋了一份 是 因為他們覺得你都瘋到這樣了 有什麼所謂呢 而且他又不怕別人說他 就算譬如有時候短裙子那些都會笑他 很不怕的 然後他自己再笑自己 是啊 我沒有所謂的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我是一個未亡人 哈哈哈哈哈哈 你記住一件事 第一 我在朋友堆裏面 我也是一個藝人 他都這麼不顧身份自己玩到這樣 我們大家都要放鬆一點 哈哈哈哈 因為我其實很多時候 我覺得做人 能夠難得整班朋友一起吃飯 大家就輕鬆鬆開開心心吃一頓飯 就是玩一下 瘋一下 如果不是很拘謹的 吃什麼呀 餐飯不好吃了 是不是 回家吃了 是不是 回家吃了 是不是 回家更舒服一點 就是短褲穿著T恤 動高一隻腳 動高一隻腳 但是依然在家裡 是啊 那不如你要釋放自己 我經常說釋放啦 嗯嗯嗯 當然有一件事 現在很有趣的 大家 我們被形容為 我想我們在座三個都是啦 因為我想我們不是北方人啦 嗯 如果聽著節目的是北方人呢 就沒有你份 現在呢 很有趣的 你們看到市面上有一件事呢 是專門是用來笑我們的 但很多人呢 比如南方人呢 專門買回這個紀念品呢 是自己笑自己 自嘲的 自嘲的 是有趣的 是的 我們現在在中國是會在北方裏面呢 給別人叫我們一個名的 但是我們南方人不介意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這個習慣 嗯嗯嗯 OK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習慣啦 我有段時間呢 我在北京拍東西 我是一放 譬如有幾天不用拍呢 我自己都去感受一下北方人的這個習慣的 喏 梁安婷一定不行的啦 嗯嗯 一定不行的 但是原來是很開心的 我們很多時看電影都見到這個環節的 你有沒有叫去醋塘裡拆醋啊 不行 我 喏 是吧 我都說了你不行的啦 因為我第一次的經驗 我覺得自己好像一隻豬躺在一個大砧板上 他真的當你是豬 搓啊 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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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呀 我不行的 是啊 雖然那個姐姐是溫柔的 但是他好像個媽媽那樣 像豬仔那樣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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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不是很良好 哦 你有什麼 師傅你有沒有拆醋的 他都有 韓國那些 是呀 韓國 OK 但是都是躺在一個豬肉桌那些 是呀 全部都是這樣的啦 但是我接受不了啦 就是我喜歡躲骨 我喜歡SPA 你都是這樣 任你摸我的身 但是粗糖不行啦 因為我覺得他始終好像有些粗手了一點點 媽媽幫個女兒洗澡似 媽媽幫個女兒洗澡似 不是 豬媽幫豬女兒洗澡 是 默默的 默默的 你不覺得是粗 你知道嗎 OK 現在香港人就說 整天都要去這個山霧熱潮啦 但是南方人 我們都是南方人啦 現在他們是 全中國裏面 最多人去了景點 他們現在說什麼呢 我們現在不停請人都請不及了 只是請幫人洗澡 他說突然之間這個地方 他連自己本身的市民 他說我們被遊客霸到我們都沒有糧蔥 真是粗糖 現在在黑龍江 是全中國裏面 哈爾濱黑龍江 是全中國最多人去過旅遊城市 最多的了 省多到怎麼樣呢 每一天 所有那些叫擦醋 是直接說 原來北方人是這麼舒服的 去浸完一個很好的浴 把皮浸鬆了 就有人幫他把皮拆掉出來 就是全皮拆掉了 他說原來 為什麼呢 真的很舒服的 原來叫擦醋 他說原來他的精神整個人是怎樣呢 輕了 他說整個壓力是沒有了的 現在他們原本是住在黑龍江的人 他說你知道我們去到醋堂是沒有位的 是我們要等幾個小時才可以擦醋 我們平時是我們的生活 他現在被那些南方人罷了 所以去到現在呢 在北方裏面出現了一樣 給我們南方人的一個調色 就叫做南方小土豆 小土豆 小土豆 是一個掛式來的 日後你看到有人掛在一個袋裏面 就是說請原諒我 我是南方人 是啊 很有趣的 土豆 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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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南方薯仔 是啊 你知道這個東西為什麼會掛在一個袋裏面 原諒我 我們來到你這裏 其實因為我們是旅客 我們是小土豆 可能我們霸了這些地方 或者令到你們沒有那麼方便 因為我們是南方小土豆 我們來到你們這裏 有一點就是說 Sorry sorry 霸了這些地方 挺好的 很有禮貌 很有禮貌 所以現在很多南方人都會買一個這些 放在自己的袋裏面 就掛在外面 我是南方小土豆 我來一段很短的時間 很快就走了 很會做商業 但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來嗎 現在你是搞到人家的日常 是嗎 很會做商業 OK的 這樣又買十幾元 就算他是北方人 他自己都買過來掛 很有趣 因為現在在哈爾濱的浴池裏面 那些叫做拆燥大媽 是完全請不到人的 因為 通常都會炒貴了一些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一件事 他們要在遼寧 瀋陽 急召一千個拆燥大媽上來 急召一千個 一千個 那裏加速的旅遊市場 那你就知道 其實是幾多人 去了那裏拆燥 很多人訪問他 南方人 他說原來 北方人有個浸浴和拆燥的習慣 原來真的很舒服 他說我進去浸完之後 出來被人拆燥完之後 我覺得整個人輕了 好像沒有所有的壓力 還有我覺得好像重新做人 嘩嘩嘩 我覺得可能因為Eileen近晚 那些人會覺得 他洗了一些髒的東西 會不會呢 所以入多了人 不是 拆燥那個 你給他整個死皮拆出來 他真的是 這件事真的要給大家一些資料 以前曾經在香港 是有一間拆燥堂的 我知道 很多有錢人去的 深水埗Cornway那間 有上樓的 不是 上海式那間 有個上海燥堂 其實是很多香港的上海有錢人 是去那裏的 張國榮都去過 張國榮都去過 是的 我知道哪間 沒有了 撿鬼了 我沒有記得 我怕我記錯了 因為 始終人家都是很出名的 玉德馳 好像叫做 是的 玉德馳 在大角咀 深水埗Cornway 那個路口那裏 很出名的 你不要看他 那個外面是 很殘舊 很殘舊 但是裏面是幾有錢的人 我不知道裏面 因為我沒有去過 但是外面就是唐樓 那裏面是一棟唐樓 欲得慈 你們要看 他真的是一個很舊的唐樓 香港很震撼的地方 這個 太子道西這個 太子道西 很震撼的 也都是 曾經是香港所有有錢人的 談生意的集中地 因為不可以偷聽戲 每個人都光脫脫 但是有沒有相片裏面的 有沒有裏面的相片 譬如 譬如 詹叔 詹叔經常去的 我只是說張國榮有去 還有一些生意佬 林伯恩 李漢祥 他們經常去 他們覺得這裏是 大家可以消除壓力的地方 如果要看一套電影 就是在玉德慈裏面拍的 很多那些 伴志煙 對 伴志煙 就是在玉德慈裏拍的 因為後期 玉德慈倒閉了 香港的唯一一個操堂 已經 這個都是香港的歷史 他們很多時候都說 這個地方 他們進去談大生意 很多有錢人在裏面 很多就是 什麼人都有 裡面都不是很漂亮 為什麼那些生意人要去的呢 這個是新的 這個是新的 舊那個 舊那個 因為有很多電影都在裏面拍的 其實大家看到之後 哦 原來這裏就是玉德慈 就這樣打半支煙 玉德慈 因為它裏面是拍了 差不多有很大部份戲 都在裏面拍 裏面是一個的 應該這樣說 香港的一個上海文化 嗯 一個上海文化 就是 裏面很有趣的 就是 他們談生意 所有事情 還有一件事 這裏我知道 這樣說 大家就不明白了 很有錢的人 又或者有些背景的人 你約我談生意 你有機會收到刀和槍 但是在這裏談 你什麽都收不到 古惑仔 馬上想起古惑仔橋段 你還暗黑的 我都是想通氣氣 不是不是不是 曾經有些老香港說 為什麽那裏 是這裏 對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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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這裏 有什麽有錢人 在這裏談生意 是因爲 你不會帶到什麽來 大家 在這裏談完 還有 還有 講了些什麽 只有他們兩個知道 這個是不是拆背的地方 這裏 是呀 拆背的 女拆還是子拆 子拆 是呀 上海老 沒有女人進去的 沒有的 上海崩 沒有的 沒有女人進去的 就是沒有 我以爲拆 我知道你是男士專用的 但是我以爲拆的那些是 沒有沒有沒有 上海老 沒有沒有 是呀很老的那些 我先給一些資料 好 因爲什麽這個呢 一錯誤了有很多人會罵的 知道 上海的操堂 北京的操堂 又或者現在很流行的 哈爾濱的操堂 呂濱 就全部是大媽幫你做 就好像韓國那樣 是呀 南奔 是全個南奔 是沒有一個女人出現的 嗯 就是他們是這樣劃分的 明白 因爲他們不想牽涉有色情的部分 明白明白 這些地方純粹來洗澡 但是幫我操堂那個女人 都做得我婆婆那樣子 全部是這些的 是 所以現在不是說拆操大媽 就要在遼寧請回來 因爲幫你們去拆操那些人 最少的年紀都要有65以上 是 總之都是男奔和女奔分得很開 不會 總之男奔 因爲我要把那條界線 因爲不一定有些 全部是男人 在裏面服侍的 全部都是男人拿毛巾 製造東西 因爲那時候 爲什麽香港那麽多的上流社會的太太 你去玉德池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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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你的身體的皮膚開始搓皮 做東西 什麼都交給他們做 進去8、6磅 出來8、5磅 死皮指甲輕鬆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那些有錢人會去呢? 就是太太很放心 我去彩義 你去哪裡? 育得慈 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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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不出什麼 因為全部是藍班 是啊 他們 你馬上伸手出來給我看 你的指甲有沒有收到 你又說去了育得慈 沒收到的 你還以為你 想這些壞事 我只是在想好的 你知道現在所有東西發達 也有男士美容的系列 但是那個年代沒有的 那個年代四幾年 五幾年 哪裡有男士美容這些系列 變成有錢人去 比如收夾 弄東西 什麼的 全部去那裏 刮一下鬍子 是啊 你有沒有去過? 我沒有去過 我真的沒有去過 我真的沒有去過 他撿的時候你都沒有去過 我沒有去過 但是我去過一次拍攝 但是晚上來的 他已經沒有了人了 OK? 但是我一次去拍攝 他裏面什麼樣子 我知道的 但是他裏面有多虛陷 有多少有錢人 我就不知道的 這個是香港的一個文化 而今次這個文化已經全部集中在 黑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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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黑龍江的哈爾濱市 因為由於近期 全世界的人都去了黑龍江 即在哈爾濱裏面旅行 大部份來自南方 南方很多人就會滑雪 他們想告訴北方人 我其實是遊客來的 他們都會買一個叫南方小土豆 掛在自己的袋子裡 然後就說每個十五元 每個遊客都會買的 他說我是這個南方小土豆 哈爾濱人就最重 他如果見到你掛了這個 你去到周圍 大家都會很招呼你 嗯 這麼浩克 他們覺得 因為哈爾濱人 很想招呼外來的人 他們知道如果他們的旅遊業 能夠興旺 整個哈爾濱和哈龍江都會興旺 所以很多時候你掛了這個之後 你會四周圍看到人們 很熱情招待你 我是南方小土豆 還有這段時間多了很多滑雪的遊客 是啊 還有一件事 你知道這個我來洗澡嗎 擦身歌來的 海綿 它是擦身歌的東西來的 好可愛 難怪知道叫海綿仔 是啊 是啊 它是擦身歌的東西來的 小土豆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那次就同一個的 我經常說人很有趣的 你越極端我就越來差你的 那它有什麼 又說 他們看了這個小土豆 小土豆 是的 他們看了 有一次就很好笑 我有個朋友就經常都說 你自己吃素 你自己吃債 不要緊的 人人都有選擇的 但是你不要坐在別人旁 說別人吃肉那個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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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呀 是的 很尷尬的 他就一直在那裏搖著 那個人呢 我就開始想開他拖的 你好像開過 你說過在那裏 不是 我開了他一次拖 但是就開始再開第二次拖 那我就問他 我問你有沒有在香港 某個的連鎖店 買清潔用品 嗯 他又說 因為我看到他有用的 那樣東西 那個不是 我說那個 那個是殺生的 你又買 你天天去洗澡 你殺生 你又 你又可以 口就說到自己吃素 但是天天洗澡在那殺生 那樣 因為那些是殺了一些菌 不是 你知道某種的洗澡的海綿 是生物來的 哦 我說如果你不知道 你不懂事 你就上網去看 嗯 但是你就不要餓 旁邊的人在那裏吃肉 那他跟著是不是 整餐飯都不出生 給你這樣 過夜害拖 吃飯都沒吃 你整天說旁邊那個吃肉 但是你自己洗澡 其實在那裏殺生 那我告訴你 你有什麼資格 去吵人家旁邊那個吃肉呢 哈哈 張巴多吉說 去到 是不是不可以收拾 他用一字 好了 好了 那跟著你記住一件事 大家請你們看一下 尤其是你們去連鎖 清潔泡買 那些的海綿 是 是 是海洋生物來的 是地球裏面 海水裏面 有一種真的海綿體 它是生物來的 它好像海葵海星那樣 但是它被人用來洗澡的 嗯 剛剛硬的那隻 很硬的那隻 其實是水裏面的一種生物來的 是會 人家潛在海底裏面 撿完之後曬乾了 用來曬乾了給你們洗澡 其實它是生物來的 嗯 那我就說 我就跟那個人說 我說你洗澡又買那些 你又殺 那些又殺生 嘴巴不停在那裡 整天說 叫人家不要吃肉 我說你真是很麻煩 Double standard Double standard 這樣 接著他慢地跟我說 不是啊 那些海綿那些哪些殺生 我說你上網先看一下 不要跟我爭 不要跟他搏 是啊 你上網這麼遠 說得你應該很有信心 不要剝嘴 接著他一上網一看 嗯 他就呆了 我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那些是生物來的 我說就是了 你不知道 不等於不是在做 你看看梁星星的樣子 明明是可靠他 那種招 他有信心 他很有信心 看他就不要剝嘴了 真的 如果真的是 吃素的人 或者吃素的人 某些的清潔用品店 那些海綿呢 其實是生物來的 我真的再次說 不要被人插蟲你 OK 你又不停在那裏 華人吃肉 但原來自己在那裏殺生 那你都無謂了 是不是 好了 稍後回來 我先讀一讀 好嗎 多謝小寵寺 是 她是 她是 1月5號生日的 Tommy Tommy Calvin Helen Helen 就送了餅卡 小小小小小小小 是呀 是呀 Helen 我收到 多謝 多謝 Annie 接著落落 Batim Batim 回向給她 爸爸媽媽 因為她很想念她 爸爸媽媽 OK 好 接著我們 現在最流行的 香港人 除了生物之外 南方人最流行 就是去黑龍江 那裏面 嘗試一下 她那個叫擦醋 其實我試過的 我在韓國試的 是很舒服的 我自己覺得很舒服 擦完之後很舒服 我真的 擦完之後很舒服 過程你覺得呢 你是享受的 我很舒服 那些手指 那些腳趾 那些被她擦出來 你不覺得很大力 我覺得很舒服 我不知道你們 因為他們 譬如我上次去北京 她一定要你浸了多久 才可以擦的 如果你浸不夠泡 她是擦不出的 你真的發覺 你擦完之後 你發覺自己輕了一磅 那一磅是死皮 好像整個人的班 你拉了一層皮出來 還有還有一件事 你們現在說 花那麼多錢 因為那些拆醋 是很便宜的 真的很便宜 就是幾元 她還幫你推臨包 是是是 她有些儀器的 她有些竹棍 那些用來的 是是是 現在那些人說 花一千多元 那些刮片 不是就是那些 醋糖那些 那些刮片 全部都是這些 刮頸 刮那些全部都是千多元 和幾元的分別 是是是 但是那些真是很舒服的 還有為什麼我相信她呢 她天天天地這樣刮 一定很準 是是是是 那些位置一定很適合 她一定很準 她管你們 那些一單 你跟她做的 OK 越來越適合 力度又適合 所以 因為別人工多藝術 我又去到之後 見到每個人都是這樣 所以我的感覺 就不良好 好了這隻豬寫來了 好 下一個穿上來 然後那隻 那隻大隻 重一點 那隻豬 其實那個收髮應該斷根 但是你又發覺他們 就是淋水啊 做東西 對啊 真的好像街市在洗的那隻豬 真的好似 他在洗的那隻豬 真的好似 真的好似 他根本不理你 誰躺下去的了 是啊 他們 那這個是 他們的文化 北方人的一個文化 OK 但是我又幾 喜歡這個文化 接受到 我接受到 還有他們是 逐樣東西收費的 就是你要去做什麼 做什麼 他們逐樣東西收費的 但是我都覺得開心的 但是 上海人 是有去操塘的習慣的 嗯 等於日本人 有去 浸溫泉的習慣 嗯 我覺得是文化不一樣 但是 他們很享受的 那我都 我都享受這件事的 OK 好 待會回來 我們下次再講另一則新聞